好,那讲一下近日很成忠热话, 这个躺平主义, 其实躺平主义我简单讲, 就是你幻想到那个人, 一天在大陆传出来, 大陆可能一些年轻人主要是, 就发觉他就无向上流的机会, 做些什么都好像是被上流人士宰割, 不如我就降低我自己的欲望, 什么都不做,就躺下, 当然他未去到真的躺下算, 但他重点是减低自己的欲望, 即使低些收入都无所谓, 这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一个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发展中国家, 或者一些已发展的国家 是会多些面对到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日本有出现过尼特族, 一个英文NEDT, 它代表着自己的意思, 但我想大约都是会留在家, 会不上班, 都是形容很相近的一班人, 在美国和英国都有, 但严重点, 我想日本人口可能过百万, 这些尼特族, 可能他们是无政绩, 那为何中国大陆出现这件事是比较多人谈论呢, 首先就因为大陆的人其实感觉都是, 你当他无学习也好, 你当他很无文化也好, 但其实他们是属于很努力工作的人, 可能是什么世界工厂啊, 每个人都会在乡下打工啊, 去拼搏啊, 大家常常都会听到这些, 这个观念的嘛, 所以为何这里都要讲一下, 中国制造业是真的厉害, 因为他们的人手的效率真的很高啊, 你当一个中国人的生产力是有机会等于两三个印度人啊, 或者等于一个半个泰国人啊, 或者两个泰国人啊, 即是他们十分之有效率啊, 他们也是会很努力去上班啊, 那都是一班这样的人种啊, 所以突然间出现躺平主义呢, 其实就比起其他的国家, 就来得是突然一些的, 即是会意外一些的, 因为可能美国、英国, 可能你当年一些的嬉皮士文化在美国, 英国也都有很多这些的, 一些比较, 喜欢放松一点啊, 放松一点啊, 放松一点啊, 放松一点的生活, 其实在西方世界是会多一点的嘛, 但是, 今天你出现在一个中国这个社会呢, 其实就是属于比较意外的, 究竟这件事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呢, 其实, 藏政呢, 近排, 过了三天, 就是六四的三十二周年, 迎来这个躺平主义, 你见到沽媒都骂了, 其实就是很认真的一个问题来的, 对于他们, 因为本身呢, 中国因为一孩政策, 或者近年的所谓两孩政策, 其实都是影响到, 人口老化得很厉害的, 所以近日也都建议生三个, 又不会强制生三个的, 你不能强制生三个的, 建议生三个, 也都见到人口, 之前说, 还有没有十四亿, 是不是跌到十亿都不够的, 是不是吹水的, 你的人口成分, 这些风向已经吹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中国有高人口老化, 兼且生产力是大幅下降的, 然后再加上, 就是当个, 在这个躺平主义下, 就是你即使有这些人, 但是呢, 都没有这些生产力, 那对于一个叫做, 以制造业, 停工业、重工业为主的一个国家来说, 这个就很大问题了, 对于中国, 也加上就是, 如果他们这样跌下去, 可能他们是sustain不了他们的交易, 他们的贸易, 而最重要的, 个重点就是, 为何唐平主义就是, 就是一句说话都说完了, 就是跟香港一样的, 就是年轻日没有向上流的机会, 即是我可能, 我做盘生意, 我做食肆可能要交五万元, 十万元租, 我楼上租的office都要两万, 三万,五万, 那你对于是十分不便利创业的人士, 或者我真的创业, 我八千元可能租过三百尺的office, 那是, 对于年轻人创业很难, 工作也都因为越来越辞退休, 那些人, 那些所谓的老屎符, 就是叫佔据了一些高层的位置, 年轻人就上不了位, 那有这些情况发生, 甚至然后人工追不到, 买不到楼, 或者是极辛苦才能买到楼, 要家人帮才能买到楼, 其实你去到这个地步的话, 就会令到大家明白, 在向上流的机会越来越少, 去到一个位置就会反驶, 那一反驶, 就是所谓的掏平主义, 不如我什么都不做, 就这样坐在那里就算了, 那我低点物用就可以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 那有没有解决呢? 也没有解决的, 因为你在上位的人, 他是不会放钱下来的, 他不会,哎呀, 你那些年轻人不能发展? 那我就给多些机会你们, 我不赚那么多, 我一年赚一万亿的, 我变赚九千亿, 他们都不会, 一定不会这样做, 他们只会越赚越多, 那其实这个问题, 就不只是出现在中国的, 其实日本也很严重, 因为日本是一个, 就是那些大企业, 大公司, 是说了事的国家来的, 就是相当恐怖的, 那所以, 去到这个位置, 就是会有这些情况发生, 而日本也都给你看到, 就是那些年轻人失业的问题, 没有就业的问题, 那如果这件事发展在中国, 应该会更加严重的, 也是更加难统计的, 因为你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上网, 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大城市, 有些可能很偏远的地方, 那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 其实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人才的流动, 那就相当麻烦, 还有, 其实我想, 躺平主义在一个极权下, 你都可以说是, 你又没有去到夹命的, 也没有去到抗争的, 但是, 的确是会对政权造成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就, 但是你, 你, 你除非去到很后, 就是要强制劳动, 就是, 你不可以不上班的, 你过了半年一年, 你不上班, 你去新疆彩棉花, 你去哪个, 岩矿, 挖矿, 挖煤, 那你除非去到这一步, 否则的话, 就是那个, 生产力呢, 会跌到很低的, 这个对于这个, 国家, 甚至这个思潮, 因为这些是, 思想的, 可以散播得很快的, 而且这些不是禁语, 他现在未禁躺平, 或者他没得禁, 这个思潮, 我什么都不做, 那你没得很, 独立的, 我六四禁了去, 我港独禁了去, 你没得两个字禁了, 就好像没人讨论, 你躺平主义就是一个, 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到一个, 这个概念, 所以呢, 当这个思潮, 可能在大陆里面去, 不停地散播的话, 是会令到很多人去反思的, 因为, 其实极权, 或者, 其实所有政府都是的, 最好人民什么都不要想, 关键你上班, 什么都不要想就最好了, 所以呢, 其实无论民主政府, 还是极权政府, 都很不喜欢我们这些人, 因为你会去想, 只要你那样东西, 为什么那些人会说, 躺平主义, 为什么我隔离的同学, 隔离的年轻, 跟我差不多大的同事, 可能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为什么他会想躺平主义呢, 哦, 原来是因为没有上流的机会, 那我就想, 我自己是不是都没有上流的机会呢, 然后, 你一想就是, 你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我就整个人都躺平, 要么就是, 那其实, 为什么我会没有上流的机会呢, 他一想这个问题, 就大爆了, 因为他一想就是, 因为体制出现问题, 政制出现问题, 社会出现问题, 政府出现问题, 所有东西都被党员把持了, 所有东西都被党把持了, 他一去到这个位, 他就会明白到整个政治体制的不健全, 这些人, 的偏颇, 甚至是歧视非党员的人, 甚至是歧视非核心党员的人, 那当你又, 知道这件事, 去到发觉, 原来对自己很大影响, 甚至是影响到你一世的话, 那这个呢, 就有机会令到大规模的人, 会突然间去进行一些, 他们本身不会做的思考, 那这个就是极权, 甚至所有政府都很害怕人民会有这个反应, 这也是六四第三十二周年, 出现了这个Terms在大陆, 绝对不简单, 看看未来会发展成怎样, 看看会否会禁止躺平呢, 好, 刚刚就讲到今天躺平主义, 有没有在一个极权下我选择躺平呢, 其实在过往的历史来看, 就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真的会强制劳动, 就是他会逼你去做一些劳动的工作, 简单的工作, 就像集中营那样, 那究竟人口是多少呢, 究竟他可以逼到几十万, 几百万去强制劳动, 那几千万可以不可以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躺平主义一旦在中国宣扬出去的话, 如果一个日本, 好像一两亿人口那样, 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他们大概有一百万个这些, 即是有1%的人是这些, 所谓是无业, 或者, 其实躺平都没叫无业, 不过我是做份很低工的工, 就OK啦, 那都更好些, 那会不会不止一%呢, 那如果中国有十亿人, 一%已经一千万了, 如果我躺平主义是, 不是完全没做的嘛, 是低收入那些都计的话, 那可能是几千万的, 那有这些思想的人, 你是不是要抓他们去强制劳动呢, 那这个是中共要自己解决的问题, 那如果他解决不了的话, 就有机会这样拖乱经济啦, 因为, 对于在大陆的穷人, 其实, 在哪里的穷人都很惨的, 你香港的话, 你要努力做事, 那你的租金就先给了业主先啦, 你就发觉你的努力, 就是会被一些很高地价的政策, 然后就业主受惠, 你发觉你的努力, 可能有很多都散失在业主, 然后你的业主不知道干什么, 这个也是比较不拒的位, 就是你觉得你在社会建设, 然后那些业主阻止你建设社会, 我觉得, 那当然我不是反对私有产权, 但是我想这些政策是可以断的, 在正常社会的话, 然后就是当大陆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 就是你社会那个, 就是中共很难以为生的效率, 这个就会失衡, 然后它就可能变到跟印度, 或者跟东南亚的生产力差不多的话, 它连它唯一的优势都没了, 那是相当之不堪的, 你去到个位, 你中共可能搞多一点福利, 你变到俄罗斯, 俄罗斯好多人上班, 好多人咬老远, 吃政府的资助, 政府的补贴来过活的, 那是有机会变到好像现在的俄罗斯, 生产力很弱的, 当然啦, 中国比俄罗斯好, 就是天然资源会多些,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中共的污染亦是多的, 天然资源有多少可以用的话, 数字都是不准确的, 所以这个就等下来的发展了。